今天我們來做玉米濃湯 玉米濃湯最重要的元素就是這個 玉米罐頭 蛋 雞蛋 豆腐 火腿 馬鈴薯 還有這個 雞高湯 馬鈴薯呢先削皮 然後等一下拿去蒸 蠻薄的啦 好了馬鈴薯削好了 然後準備放電鍋裡面去蒸 這個要做大蒜麵包的醬 這個要加一點起司粉 這樣讓它隔水下熱 然後再切多一點大蒜下去 然後做了大蒜麵包奶油 加點起司粉 然後剝一點大蒜 然後切成 小細丁下去 肥料是最反鎖的 差不多了 然後把這個蒜頭 再加下去拿來就好了 實在太餓了 我想要先吃一點麵包 這個就是把它切一切 切得細一點 等一下拿去洗大鍋烤一下就好了 等一下拿去洗大鍋烤一下就好了 好喝啊 把它倒下去 我剛剛吃得很丁了 然後再把它翻一半 然後再把它翻一半 然後整個就變成一個 我再加一點這個 蘿蔔葉 增添一點它的風味 稍微灑一點就好了 這樣 這個醬汁呢 就完成了 然後接下來呢 把它淋在這個麵包上 拿出這個麵包 這滿現成就好了 然後把它 切成長條狀 這樣子然後把它 放進去剛剛做的醬汁裡面 淋上這個醬 然後等一下 然後等一下進烤箱烤一烤就好了 這個 加一點鹽就好了 然後就這樣呢 進烤箱馬上就可以吃了 大概兩三分鐘就可以吃了 大概兩三分鐘就可以吃了 好嘞 應該用厚片也不錯吧 然後我只是要它的一個 烤起來又很香 因為它裡面加了奶油 然後又加了大蒜 香菇菇啦 就生好了 然後把它吃快一下 因為這太燙了 然後把它打一打 丟進去這裡 好這已經比較不燙了 剛剛蒸起來的時候超燙的 剛剛蒸起來的時候超燙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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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玉米罐頭 這個是玉米粒 大概倒一半吧 打一打 加一點高湯 加一點高湯 放上這個呢 倒大概 鹽過這個食材就好了 這樣差不多了 要把它打一打 拿出火腿 把它切成 就是釘狀 然後要炒香它 這個大蒜麵包呢 我剛好可以成為一餐 好 丁狀切好了 這時候呢 將這個火腿呢 我剛剛在鍋子裡面有加一點油了 然後下去把它炒它 炒香 炒香它 炒香了火腿之後呢 將剛剛這個 嗯 雞高湯給它倒下去 全部倒下去 好 好 倒完之後呢 讓它煮滾 煮滾了之後呢 慢慢把這個剛剛的剩下的玉米粒 把它全部加下去 因為這個要煮一下才不會有那個生生的味道 算它已經熟了 那因為這裡面還有一些汁就不要下去了 然後這個再煮滾了之後呢 再加剛剛打好的這個濃湯的部分 然後再加點蛋 加點豆腐就完成了 7 SP-4 5 F-3 6 6 6 7 10 2 2 6 2 煮滚了,然後剛剛那個倒下去 玉米濃湯就完成了 因為這個鍋子實在太小 所以我可能先喝一碗之後再加個豆腐跟蛋吧 這樣才不會滿出來 再加上大蒜麵包就是今天的一餐 吃飯囉,煮好了 這個麵包在這 然後湯也好了 香香又濃濃了 好喝,我剛好試喝過了 還不錯 這個就是我今天的這一餐 好喝,這不用怎麼調味又有味道 然後這個麵包 跟著一起吃 很簡單又方便 背要上可能就是要想 就是 先做一些起來 加了豆腐 等一下,等它滾起來我要加蛋 加了蛋 嗯,超喜歡的 耶 開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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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